楼梯间满地鲜血 远景货报到场 一名平头男子脸上被刀砍伤 满身失血 左手小指更被砍断 被砍的男子是名街友 光着双脚坐在阶梯上 满脸惊恐 而砍伤人的也是名街友 两个人一丝起了口角 演变成砍人流血事件 警方上前一把抢下男子手上的刀 这一起砍人事件发生在26号上午 台中现立体育场 蓝衣街友为了帮朋友出气 认为平头男手脚不干净 偷走了泡面和两千元现金 酒后谈判失控 动手砍人 当时在附近施工的工人 目击男子满身血跑下楼 嘴里还喊着有人拿刀砍我 对方一路追了一百多公尺 不肯罢休 这一名被砍的街友 左手小目指被砍断 脸上和背部也挨了好几刀 锁清男子松衣之后 没有生命危险 但到底为什么要动手砍人 警方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第九局 陆红军委 台东报道